哇好可爱好可爱 好可爱哦 受不了了 你别怕 他不咬你 谢谢你能让我再摸一下吗 可以 他喜欢吃鱼 来来你来你来 让我问一下 录视频啊棍哥 小鹿 你别去他那了 他那没有 太快了 everything is gonna play out the same 你转过来你转过来 好嘞 那小鹿 小鹿 吃完就得摸啊 摸摸啊 你可以这样给他喂几个 saying it from the heart 因为我看那个棍哥他们准备的玉米多 还有一个大棒啊 什么的 小鹿 搞到今天 喂啦喂啦 哇哦 他这舌头其实很乖乖 你来吃 你来吃 真乖 真乖 哎呀 摸摸 你好帅啊 我能合个眼吧 i love you better today than yesterday and every day every day is gonna play out the same i love you better today i know he'll play out the same 不知道他叫不叫 i love you better today i love you better today 明月 他有名字的 太可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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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轻松的拿捏了人 他给你合个一点 咪咪 把头转过来 他吃的好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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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跟他好像 吃竹子 小熊猫 小熊猫来 小熊猫吃竹子 来来来 吃胡萝卜闹肚子 吃胡萝卜闹肚子 小熊猫 来我们吃竹叶 你要不要吃竹叶 我还有一块吃完 烤竹叶 来了来了来了 哦吃了吃了吃了 你向前方那个卖竹子 问问 有剪刀的焦卖了 问一下啊 在位在位 你向前方那个卖竹子 他这个都拨了 都拨了 你向前方的人 你的胖子 很高的 你再往里去一下 我离砍好近 能不能把脸转过来啊 猫哥 猫哥 要不要把脸转过来啊 他还没吃完呢 太可爱了 挺凉快的 在这个角度 他有没有什么 妈妈没有 下位 下位 可以来这边吗 宝宝可以转过来吗 可以转过来吗 他已经吃了一些煮业了 能让他转到这边来吗 哈哈哈 宝宝宝宝来了 宝宝转头了 宝宝 我想摸摸他 不要让我吃 宝宝 快点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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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乖 宝宝宝 宝宝 宝宝宝 宝宝宝 真能吃啊你 确实你能吃的 面无表情 狂吃 随便摸 随便摸 你吃吧 你吃吧 你把缩小鸭倒进去 可以 对你就这样 你这个角度好看 侧脸 侧脸好 吃呀吃 吃呀吃呀吃 你很有劲啊 你弄它鼻子它会那个啥 来看 你去看看别的吧 一会儿回来来接着味 好看的 好看 真的吗 好看 老板你今天吃太早了 他嘴就没停过 是的 一直在跳 腮胖子都脚累了 他也吃叶子 他的牙挺厉害 就是他可以连根茎都吃了 就是里边那个 你那个在摘叶子 你拿吻 别害怕 没事 拿吻 对 你稍微往外拿 让他把头伸起来 没事 别怕 没事 先赢了 但是你不要松特别早 你有那个左肘位 然后你拿右手摸他 摸他 在这里我们的迎接新准备了 你别给他特别早 就是你得拿住了 让我试试 我要拿紧一点 我试试 欢迎来到亚洲象展区 在这里我们的迎接新准备了大象互动食物 您可以摸一摸大象的屁股子 叫您感受你大象 食物互动的乐趣 哎呀 啊谢谢 可以 可以吧 可以吧 好 那在里面 大点哈 不要好 好 让你感受大象 亲密的互动的乐趣 咱们摸一下 摸一下摸一下 谢谢 太慢了 谢谢你 谢谢你 能让我再摸一下吗 哦 可以 欢迎来到亚洲象展区 明天白嫂 在这里我们为明镜区准备了大象 特别熟 你可以摸呀 你可以摸一下 拜拜 你可以摸一下 我的笔子 找您感受给大象 亲密的笔子 还有蓝 他说 哎 我来一桌 嗯 谢谢 你有白嫂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亚洲象展区 在这里我们为明镜区准备了 大象互动食物 您可以摸一摸大象的鼻子 让您感受与大象轻易互动的群 摸一下摸一下 你俩都来了 你俩都来了 太多了 都来了 你拿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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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摸一下 吃吗 我的 taps 小朋友可以亲手为自己喜欢的小动物搭配食物 在自选食物的同时 谅解动物科普知识 体验冲突 出门又转 哥你来转一转 这个毛好好转 拿点手机 哇 是羊毛 在这里我们为您精心准备了 动物互动食物 小朋友可以亲手为自己 喜欢的小动物 我过去 我们一起过去 看好了 现在只有小动物 我再近一点 可以看一看 不行 他胆子稍微有点小 我还得他远一点 喵 喵喵 咱为什么拿喵喵逗老虎啊 哦 魂丝不动 大哥大哥 你要不要站起来 目动一下 我可以把手 抖 抖 对啊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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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出来了 这什么意思啊 出来了三只 四只 看 四只小孔雀 一两只孔雀 他过来了 嗯 我都没有 看 哎 他吃了好多人给他扔 哇 他们都过来了 哇塞 他们爱吃哎 哥你想不想扔 他们奔跑起来了 两只一起趴高在了树上 看 太好了 他怎么可以了 是谁 给他一个特征 来 来了 走了 怎么了 来了几只 哦右边又来一只 两只哇塞好多熊啊 另外几个都在看 有两个在看 啊他在看我啊 嗯那虎在看我 不要再看我 我偏要给他对他 哈哈这大脸摸一摸 摸一摸给摸一下好吧 哥给他喂个胡萝卜吃吃 喂个习惯等等等 喂个胡萝卜他不吃习惯 你吃胡萝卜 来来来 胡萝卜吃吗 也不吃 我吃饭 我有一点紧张再拿一个 南菜叶子胡萝卜 这个他肯定吃哥 哎马哥马哥 有有胡萝卜吃 马哥马哥 我帮你给你 嗯嗯 走吧走吧走吧 这可能有点危险的 哦 嗯 散源不让胃是吧 就会啊 走吧走吧 哎 要不要 路哥 他不是老公 我去了 搞沃 里面是吗 他要超便到 你想私給响 人之�� 很多 哇热店好 sticker 能过来吗 没人吃 哎 他好可爱 来我放这两个 是吗 是吗 他这主要他这个坡他好掉 就是他就是他不会掉在半路里 他咋不吃了 他吃了所以那 可以哥哥你把视频弄好 嗯 你弄 吃了 我眼下 你是不是你是味觉不行吗 还是扔上嘴巴是吧 你都踩脚底下了哥 那羊头好像就是比较傻 这是白色的 哈哈哈哈 他先进了 他先进了 好像找不到 我先进了你找他 哈哈 他最后给你 嘿 哎呀 你找一下嘛 另外那个 怎么那么傻呢 这个这个在流二怎么正啊 看着香 那个挺中二的 嗯 这随意的矮马 嗯 先把小马换大一点 我刚刚睡得挺好看 刚刚要走好 你 你 一直出的很多小动物 接下来的时间 让我们来看看 第一种小动物在哪里呢 先从 锁面开始着急 这时候看到火红色的一片非常漂亮 它们叫做美中红环 美中红环世界上最普遥类之一 它们从头红到脚 而美中红环呢 在刚刚出色的时候 羽毛颜色是灰灰色 随时慢慢长大 羽毛颜色才会越来越红 这时候羽毛的鲜蜜 跟它的食物有关 它说当中还有 虾心素 脚膀素 雷心 活性素素 红环无法消化分解的 就会慢慢沉淀在体内 机会越多 羽毛颜色 也就越来越红了 大家师傅 这个吸引力的话 是回到无论的时间了 买买看 这个对我的十分的环法 这种鹅呢叫做狮头鹅 狮头鹅的话 是平普通的鹅 来了在大上两倍 大两个三倍左右 而狮头鹅的话 也是我们家庭当中的大王 还是世界上的鹅王 那在这里呢 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小队伍 接下来 我们来认识一下 林小蕾 将一个富翁所领在右手边 赵野手 小蕾 小鹅 公 Californ 我们由小猴子来 alarm 那一开始被大家看到的 黑色大aber 他们叫做黑蜘蛛猴 黑蜘蛛猴 黑蜘蛛猴 imp ne 出发看就像一只大大的师叔 等待拉斯结枉 因此了特名黑蜘蛛猴 那黑蜘蛛猴是冷写一只 黑色比较显眼外 面部颜色十分红艳 你还可以叫做桌炎蜘蛛猴 还可以叫四面蜘蛛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情形偏大的蜘蛛猴以外 其实还有情形偏小的 我们来找找看能不能找到 是能找到的 我们看一下这些蜘蛛猴 这些小猴子 正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 白蜘蛛猴 没错吧 他们也很可爱 这一群的话只有两只 他们的头发体型比较小 但是会飞檐走避而来 他们叫做棉品绒猴 棉品绒猴头顶上有一小头 白色的毛发 看起来像棉花一样 金色的名 那大家看到 他们只有发展大部部队 可能大家认为这是最小的啦 并不是 他们出生的时候 比现在还要小 有多小吗 大家也跟我一样 只有剪刀手 看一看 那我谢谢大家的配合 来看一下 他名顾 我听到大家发说感叹声原来也就只有 骨子蛮大 因此他们一个称号叫做骨子猴呢 所以呢 别看他们小 他们其实已经成天的啦 那我们下来到我们也走避而来之后 接下来出现的小伙伴 更厉害 他们走起层半来起屏神仙了 我们来看看正前 哇 胡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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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杰伟胡红 杰伟胡红来自马达加斯加岛 他也可以叫做黄慧胡红 而马达加斯加岛的这个岛屿上有很多很多的胡红 我们来先游请他的好朋友来到清场 来他的好朋友比较害羞啊 哎 他的毛发颜色呢 也是红色色的 叫做红绿 胡红 胡红作为兵长类 告诉议员 穿爬 跳跃 跟跑 都不在幻想 他们重视音乐 最高高度 可以达到 休眠左右 好 胡红 都是实行武器社会 小时妈妈 刚教祖祖祖爸爸 要在家里带我啊 还要乱出打听啦 那现在我们了解到 林长类 林伙品的理念 接下来我们广播来认识一下 鸟类朋友 鸟类朋友呢 其实已经漫漫出来了 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 右手边 来看看能不能找到 还是能找到啦 但是他的颜色跟素颜的颜色是一样的 所以很好的 他广播的事情 这种鸟类呢 是叫 城市亚马巡英雄 从头到脚都只有一种颜色 叫做绿色 比较单一 那有的鸟类身上有多种颜色 体型比较大 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大家的左手边 眼前大家所看到的是 金丹鹦鹉 羽毛颜色以红色绿色为素的 叫做红绿金丹鹦 身旁还有个羽毛颜色 以蓝色黄色为素的 叫做狼狂金丹鹦鹦 又名琉璃金丹鹦 那港内的五彩花蓝羽毛颜色 我们都看到了 接下来我们日期间 长得很有特别的苗类 但是終於要一生遲早一個伴侶 所以孟夫也為大家邀請老婆朋友一起前來 所以讓我們將孟夫鎖定在左手邊 一邊向她的小夥伴們吧 這位英雄非常愛的就是 花旺和飛機鳥看著這大大的嘴巴 大家覺得嘴巴裡面有沒有牙齒呢 沒有 看來是你們看到他們正在享用美食了 確實沒有牙齒 嘴巴裡面是沒有牙齒 比較喜歡是偏軟一點的食物 比如說水果當中的椅子就是他們的最愛 那看完了嘴巴 嘴巴下巴還有一個紅糖 紅糖的顏色不太一樣 有紅色也有藍色 不同的顏色可以代表不同的細節 那在這裡有一個有講問答題 才要問一個大家 你們要來看一下大屏幕 紅糖的顏色為黃色的是 男生還是女生呢 來 我們有請這邊這位小朋友啊 女生 好的 女生 好的 很大聲 女生 在鳥類的話 世界當中都是神經的外貌 會比較艷麗多彩 能夠進到更多意氣的故意 她的體質偏大一點點的也是兇具 所以大家來對比一下 紅糖顏色為黃色最實 明顯她的色彩比較豐富多彩 而且體質稍微大一點點 所以呢 她是男生 而旁邊紅糖為藍色 她的這個色彩上 就沒有那麼多斯多彩了 所以這一位她是女孩子 當然這一段問題是要恭喜 第二位小朋友回答正確啊 稍後結束早午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來認識一下小夥伴 那這一年小夥伴說 除了她們嘴巴比較大以外 其實還有另外一種 大家來看看 之前包括的是 因為大家左邊的 也有一種嘴巴很大的咬淚 她們叫做聚嘴咬 聚嘴咬 聚嘴咬多長挺長約六十多厘米 然後她們的胃 就成去了身體的三分之一 那當中的遊客朋友 第一次會看到 這種咬淚嘴巴 真的打出一名的胃 其實並不會 這麼嘴巴裡面 呈現的是海年座 中風邪鬥 非常精巧 而咬淚當中 嘴巴會不會代表 遠遠不僅於是 接下來要給大家敬略的咬淚 她們擴張嘴巴大 體型也很大 可以來搜索一下看看 在哪裡 在高空中 非常非常而來的是 雙腳心腳 雙腳心腳 雙腳心腳是 國甘一級 國中 長得很帥氣 頭頂上有兩個 扶起來的腳 特別像古代古式的頭盔 銀河著名 而她們的性別 性別的方式 主要是看眼睛 眼睛 眼睛呈現紅黑色 代表的是男生 無論眼睛呈現白黑色 代表的是女生來的 在那麼微笑的時候呢 如果大家可以靜下來 會聽到那麼飛沫的時候 會產生很大的風景聲 那是一位翅膀通過空氣的回動 會產生著聲音 而且她們的外號叫做飛機鳥 那見識到了快氣的鳥類 接下來我們會認識的是 漂亮的鳥類 有多漂亮嗎 讓我們來看看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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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颂雨冠 对它们用来抽的过去 然后通过大族边放大来看 会发现还有有一张红色的眼睛 像很保时一样 显得十分的雍容华为 头顶上的雨冠可以说是它们最大的料点 但是动物界当中 鸟类的时间当中 也并不是只有这种鸟类有雨冠 接下来出现的鸟类 它的雨冠更加的别致帅气一间 我们来看看之前猫都跑过来的 这一种鸟类叫做黑梦幻视 黑梦幻视的头关是弯曲着的 就像我们去看过的发型一样 银色通平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鸟类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些不一样的动物 比如说想问过大家 大家心目当中有一些动物 路做上很慢很慢 大家会猜到谁的 黑梦幻视的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也不能看到它 先来右手边倒掌 有没有 还是有的啊 确实就如大家说的苏蓝 那苏蓝其实已经说下了 动作慢悠悠的 究竟有能慢吗 给大家打个比方 就比如说一千米的距离 对于人类来说大约走十五分钟 那在场的各位大家选择 拉了一千米走多叫 二十小时还是二十天 二十小时 还有吗 二十天 二十天 二十天不用啊 太久了 第一天啊 一天不够 还有吗 两天 那今天啊 大家选几天 三天六天啊 你最新奇啊 那都不够了 那究竟多久 大家来听听我的答案 它的一千米要走十五天 啊 也是很慢 很慢的是不是 那有没有急速的速度呢 有没有快的速度也是有的 比如说刚刚说的加峰出发 来到这里的速度 上市它已经开了急跑的速度 哎 看起来慢 实际的硬跑的啊 那有没有呢 其实下班的时候 回家的路上也很快啊 那在这里的话 解答也了解到了速来的一个速度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些 不一样的小动物 有多不一样呢 最喜欢的食物呢 是蚂蚁 没有 哇 这么好的猜 我们看一下 左手你也喜欢吃蚂蚁的 会不会是大家口中所说到的这个答案 这个小动物现在慢悠悠的 悠悠来来的 向大家走来了 确实是食蚁兽 但是这个名字的前面要加个大字啊 它叫大食蚁兽 大食蚁兽来去南北州 有一条的样子 早得十分的极乐 因此它们还有着南北怪兽的称呼 而它们确实非常喜欢吃蚂蚁 其实每天是要吃掉两万到三万之所的蚂蚁 都是通过长长的舌头来服食的 那来到这里 主持人还有一道有讲问答题 来问一问大家 那食蚁兽成年之后 它的舌头总共有多长呢 来我们来看看给大家两个写像 来 那位小朋友两个写像呢 第一个是60厘米 第二个写像是100厘米 选一个 选多少 选多少 100厚的紧密鞋子 一个木头答案 来我看到了 这一位吧 就是你多少 60厘米好 60跟100 哪个正确呢 请看大屏幕 哇 这个舌头看起来非常的长 外木的舌头大约有30厘米长 那舌头舌头加上嘴巴里面的一共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场啊 来 有多长 哇 大家好像出租光说的 我们先出租光看一下 这个舌头 还是很长的 那我们说到外木30厘米面的话 加起来一共是有60到80 所以的话是第二位 可以打正确 稍后结束 都出租就可以了 那么 江湖再去看立 好 我们江湖还是回到这里 我觉得这一幕好精彩啊 他的舌头一身出来 还是十分的震撼的 那在这里呢 他只要是通过长城的舌头上的粘液 严重的蚂蚁 将蚂蚁送到嘴巴当中 因此 舌头就是他吃饭的本领啦 索紧本领 下一个方向的本领更厉害 出现就带着一身的骨气 大家想想豪酥啊 四位 还有吗 豪酥 那这两位呢 是哪一位 我们来看看正前方 是四位 还是豪酥呢 那我们大神兽不说声的后面 出现的是豪酥 豪酥身上来固满了一次 那想问一下大家 还有觉得豪酥小的时候 有没有刺呢 有 没有 没有说有的 那我们看一下 大神兽有苦有正确 还是要看一下呢 对 他们身上小的时候身上有刺 不过他的刺呢 会比较冷暖 等到时间之后 他的刺才会慢慢变轻硬 这时候呢 他还可以拿来当做 防御或者是攻击的武器 好 豪酥虽然看一下体力并不大 但是他的脾气可大了 我们来看一下 招惹豪酥又有怎样的下场 哇 这一张出来呢 刀鸡或两甲 会被扎的面目全非 所以在一场生活当中 可不要轻而易举的去挑衅豪酥 豪酥虽然脾气比较活动 但是恰恰有一个性格和风格的好朋友 我们来帮他的好朋友也认识一下 将猫猫看看左手边的方向 这位小动物呢 在猫猫街上有着好脾气的代表 小朋友们是猫很激动啊 来我们先稍等一下 他看他们游过来的时候 眼前大家所看到的是水豚 那为什么小朋友们会大声到喊呢 其实因为水豚 现在在网络上烦火 叫做卡丁巴拉 这种好可爱的小动物 还没要不好在座位上 从头都会来到银台上面 跟大家见面啊 水豚造化是最大的虐齿雷动物 虽然看起来那两位比较小 实际是因为还没有长大 长大时候的样子 就如普遍当作一样 还愈会带一点点凶啊 那然后并不退 还是很温和的 而他呢 是一位游泳高手 在一个危险的时候 能会噗通一声 远不到水中 以此来避陷 那说起游泳高手 还是有大小的 比如说我们 接下来出现的小动物 他长得像老鼠 却又不是老鼠 他是谁呢 他是谁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左边方向 现在波波医生游到水中的 是来自阿高林地区的海灵鼠 海灵鼠下雨游泳 在水中游泳时 会将鼻子耳朵搅拌进 应该是流游到鼻子耳朵当中 当然海灵鼠现在慢慢往前方游了 大家可以稍后呢 光顺一下他 海灵鼠非常的有趣 尤其是他的牙齿 牙齿方面呢 跟人类不和一样 大家可以光顺一下大屏幕 先看看他的牙齿颜色 那牙齿颜色的话 是橘红色的 因为含有铁元素的原因 所以小的时候是白色的 慢慢长大 就会变成橘红色了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已经来到现场 我们可以跟他们见到店 见到了很多有趣的小动物 接下来的时间 也让我们有请空中飞行家族 那么飞过来的是 五彩金端物以及 红绿金端物 那么紧随其后呢 是高峰亮亮的 海洋飞毁鹉 五 我们到来 见在场有个朋友 今后生活当初 过得像他们的羽毛颜色般 高峰光台幸福美满 此时此刻 让我们用最热心的掌声 来欢迎黑之手家族 百姿狂潮 好 好的 朋友们 现在黑之头 即将来要给大家尊重工 我们一起伸手 给他分开手 全人 嗨 嗨 这里是东方国 这里是东世界 这里是东世界 我们红彩给地球 红彩叶蓝天下 呼吁大家都可以交到 保护风当中的 行列当中来 那 随着我们黑之头 来到大家的正上窝 在挥挥手的同时 我们也一起跟他们说一声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各位大学的小朋友 挑选者 可以继续将得到 来粉丝场 到北卡丁 到此结束 很爱的动物 和国村人员 祝大家 有缘愉快 朋友们 拜拜 拜拜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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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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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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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